選舉倒數計時 各個候選人都緊鑼密鼓 到部落掃街 而在臺東一級戰區 平原立委候選人陳寅 一早就從競選總部出發 前往背南鄉拜票 曾經擔任過第六 第七屆立法委員的陳寅 第八屆雖然尋求連任失利 但四年時間勤打基層 也在部落累積許多支持者 就比較可以比較大膽大方的 而且很有自信的走在街上 幫我們發文選 我認為在票數上 會有很大的成長 為了吸引選民目光與支持 候選人不是到部落拜票 就是各地插旗幟 社群網站貼出證件等等 而平地員這名立委候選人陳寅 還製作人形立牌 自己創作宣傳歌曲 打出個人特色 面對選情白熱化 候選人部落形成滿檔 而多元化的宣傳模式 能否贏得選民選票 一月十六號投票日就會揭曉 結果llyなんか比亞 台東市採訪不到 IV的 消息 消息